已經出過新聞稿了 就說 現場的人士 向政府總部摘汽油彈 警方會使用相應的武力驅散 在這畫面其實看到 警方舉起南旗 並且用強光電筒 照向對面的人 警方舉起南旗 警告這個集會 屬於違法 呼籲要散去 否則 可能會使用武力 其實之前警方 警方突然派出了一大批防部警察 所以示威者 亦是向內街走的 聽到現場的人 叫其他人士走快一點 在太古廣場附近 繼續有車在走的 有部份示威者已經撤退到 看到現在有大批示威者 突然之間向著 金鐘海庫中心的方向跑 看到有大批防部警察 就是來到現場 所以見到 示威者都是向著反方向 跑穩的 另外也在中聯辦外面 也部署了水口車和裝甲車 向著火車 就是火車 也在燈火車 有做什麼 在最近 有些人 有差點 有差點